我来到广东省佛山市的那一天 是一个阴雨天 佛山在广州的西南约16公里处 我从广东省卫生厅出来直奔佛山 车程也就半个多小时 但在佛山城内寻找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简称疾控中心 国际上简称为CDC 却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由于对非典病毒几乎是一无所知 我在老城区那潮湿陈旧的街道里穿行时 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为什么最早的非典病人在这里出现 雨 今年地下大了 我站在老街上 那今年累月的老龙树下避雨 雨水顺着树叶滴到我的脸上 一股冰凉冰凉仿佛有点刺露皮肤的感觉 我下意识地跳了出来 好像那沾满尘土的雨水会带着非典病毒侵袭我 佛山是一个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城镇 据传 佛山一名的由来 是贞观两年公元68年当地居民在塔坡岗绝的三尊小同佛 于是人们把塔坡岗称为佛山 现在的佛山市老城区仍称为禅城 佛山在历史上商业鼎盛时期 曾和汉口景德镇朱仙镇并称为中国的四大镇 佛山是一个古老的城镇 非典和古老有关系吗 2003年的春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菌偷袭人类 在佛山那陈旧的老城中 我开始寻找答案 佛山市疾控中心在老城区那错综复杂的小巷内 我在普群南路找到那幢小楼时 已是中午12点18分 所谓疾控中心就是过去人们所称的防疫站 中心主任黄祖星正在办公室里等我 我们都没有雇上吃饭 就开始了采访 随着黄祖星的介绍 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中国第一例回顾性的非典病人出现的情景 2002年11月16日晚 佛山市禅城区张察镇地堂乡 有一位庞信乡干部突然感到浑身发热 周身不舒服 一开始以为是一般的感冒 并没有怎么在意吃了点感冒药就又睡下了 第二天 症状有点减轻 庞先生在镇上负责物业管理工作 他仍然坚持去上班去 但接下来的几天 感冒症状却越来越重 体温也越来越高 11月20日 庞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 就近来到了佛山市十万区人民医院就医 医院一开始怀疑他是伤寒 后就把他当作由消化到感染引起的样虫病 疑似病人来治疗 给他服用了一些常规的抗生素 但是 病情并没有减缓 当时 庞先生就住在普通病房里 没有采取特别的防感染措施 曾护理过庞先生的一位护士说 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但没有一位医护人员被感染 后来几天 庞先生体温越来越高 到11月25日 已经持续数天高烧39.7 并且开始腹泻 病情有加重的趋势 庞先生被紧急转送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为了更详尽的了解情况 掌握第一手资料 接下来的情况 我决定去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实地采访 黄组星主任告诉我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佛山市的新城区 当我从老城区的疾控中心 赶到新城区的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时 仿佛穿行了这座城市几十年的时空 因为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 非常现代化的综合医院 整个医院的建筑都是崭新的 而且气派和辉红 但它是一座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的 周明主任和院重症监护士 ICU当初医治庞先生的无名主任 向我介绍了病人禁院 以及后来病情发展的情况 周明主任告诉我 庞性患者45岁 当天接诊时 病人已经有严重腹泻 并伴有高烧不退 由于十万区医院一直没有找到病因 佛山医院的接诊医生 一开始怀疑是急性肠炎 于是收进了感染科 治了两天 发现病人出现肺部感染 咳嗽加重 并且呼吸急促 一般正常人每分钟呼吸约在18次左右 可这位病人每分钟呼吸达40多次 就像刚刚一口气爬了十层楼般的喘气 出现典型的成人呼吸窘破综合征 紧接着 病人出现血氧饱和度低 面色发干 脊面不发子 这是一种严重缺氧状况 经X光透时发现肺部出现了阴影 表明两肺都受到了损伤 病人病情恶化 赶紧送到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 重症监护室无名主任接着介绍说 收进旁性患者后 由于感染科以急性肠炎治疗无效 当时见病人表现为又发烧又发寒又腹泻 有些像伤寒的症状 他们先怀疑是伤寒 伤寒 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了 流行病学上叫传统传染病 至今他仍列在传染病防治法35种传染病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发生的瘟疫 就是伤寒 被西方人称为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雅典人修西底德 就是3000年前这场瘟疫的幸存者 他后来在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 以超过半章的篇幅 详细记下了当时伤寒发生的情景 对后人研究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资料 连身体十分健壮的人 也突然开始发烧 发炎 眼睛变红 喉咙和舌头上出血 发出异常恶臭的气息 呼吸急促 还不停地打喷嚏 不久之后 胸部发痛 接着就是咳嗽 以后就是肚子痛 呕吐出连医生都不知道的各种胆质 这一切都很痛苦 大部分时间是干呕 身体抽搐 接下来抽搐时段时序 虽然身体外表温度不高 也没有出现苍白色 但略显红色和土色的皮肤上 出现了小龙疮和烂疮 身体内部始终高热不止 就是穿着很薄的压马布 病人也不能忍受 许多没有人照顾的病人 只能跳进大水桶里 浸在冰冷的水里 以降低热度 消除不可恶止的干渴 他们无论喝多少水 总是一样的渴 他们无法安静下来 长时间失眠更加恶化了 本来就脆弱不堪的身体 这样持续大概七八天之后 大多数病人死于体内高热 即使有些患者 能熬过这个高温的危险期 随后 多半也会因肠胃溃滥 和不可控制的腹泻衰落而死 人类与这种曾经造成 雅典文明衰落的传染性疾病 斗争了近三千年 才逐渐弄明白了治病的人因 从而找到战胜他的方法 第一位参加与伤寒搏斗的医生 就是被尊为医学之父的西伯克拉底 当时 西伯克拉底是马其顿王国的御医 他得知雅典发生瘟疫后 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一区 在经过种种努力 采取了当时已知的 很多防治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 西伯克拉底不气馁 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守 一直坚持工作在一区一线 经过仔细观察 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在雅典每天与火打交道的铁匠 仿佛与瘟疫无缘 他想 或许火可以阻止这场瘟疫的蔓延 于是 他带领人们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 果然瘟疫消退了 西伯克拉底用大火挽救了雅典 留下了激励后世流传至今 被所有医生尊为神圣职业操守守则的 西伯克拉底誓言 但西伯克拉底并没有揭开 这场瘟疫的真正病原 直到20世纪现代医学家那里才得到解答 1950年 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医学史教授拉尔夫 H梅杰经过研究 认为雅典的这场瘟疫实际上是流行性伤寒 到了70年代 坦布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医学史专家 罗德里克·易迈格鲁经过研究 也赞同梅杰教授的结论 病理学家们经过一代一代人的欺而不守的努力 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伤寒的病原体 才在1906年被美国病理学家霍华德 泰勒·利克茨发现 不幸的是 利克茨本人在实验室里 寻找病原体中感染了斑诊伤寒 而不幸逝世 人们为了纪念他 将斑诊伤寒的病原体定名为利克茨体 随后 法国科学家夏尔娱乐·昂利尼科尔 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 探明了斑诊伤寒的传播机里 原来 他是通过体式传播的 在卫生条件差的贫民窟和军营里 自然容易感染它 法国科学家尼科尔 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如今 我们不但已经知道伤寒是由跳蚤所传播 而且知道 跳蚤传播的是一种伤寒感菌 但人类揭开这个秘密差不多 用了近3000年的时间 可见人类与传染性疾病 与瘟疫斗争的艰辛和漫长 如今 我们除了有较为准确的检验的方法 也有疗效很好的治疗方案 伤寒虽然未像天花那样被人类彻底消灭 但它已经很难 再形成瘟疫大面积的伤害人类 诊断一个人是否患了伤寒 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检验病人的血液 从中寻找伤寒感菌 于是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 对旁性患者进行了血液检验 通过对病人的血培养 没有检验出伤寒感菌 在病人的血液里找不到伤寒感菌 说明病人患的不是伤寒 仍然找不到旁性患者的病因 于是 有医生怀疑是禽流感 这可是让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的一种传染病 禽流感 这些年来 让香港人痰疾色变 让香港政府伤透了脑筋 禽流感是一种由A型流感病毒 引起的家禽和野禽的一种 从呼吸病到严重性败血症 等多种症状的综合病症 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积温 禽流感也是一种古老的禽内传染病 我所查到的最早文字记录是 1878年爆发于意大利的禽流感 当时的家禽染病后 有80%以上在几天内死去 禽流感主要通过染病家禽的分泌物 和粪便等感染家禽 一般较少传染给人类 但1997年 在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人类的禽流感 造成6人死亡 而且病人都正当壮严 后来研究得知 造成人类感染的是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 人们把它叫做H5N1 为了切断禽流感的传染源 当年香港政府痛下决心 宰杀了300万只鸡 2001年5月 香港再次发现禽流感 5月16日 香港特区政府与农署宣布 在香港三个菜市场里出售的活鸡 发生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 随后 香港特区政府决定 销毁全港120万只家禽 接着 澳门特区从俄中分离到H5N1禽流感病毒 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2003年初 香港又相继发生了散发的禽流感病例 但未造成感染流行 禽流感的发生 不仅仅是对人的伤害有多大 而是由于当时香港传媒的充分报道 人们已经对他把香港闹得鸡犬不宁 而印象深刻 因此他的再次出现对人们心理的冲击 恐怕大于他实际的危害 从而影响社会和经济稳定 佛山离香港不远 几乎每天都有香港人往来于香港与佛山之间 怀疑病人感染上禽流感是有一定道理的 于是 医生给病人做了采烟柿子培养化验 即用棉签从病人的咽喉部采集分泌物 进行培养 然后化验 结果没有发现能传染给人的H5N1禽流感病毒 香港大学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 H5N1病毒的基因完全来源于鸟类 由于这种病毒的基因组中不含有人类的基因 因此禽流感一般不会人传染给人 庞性患者病情的发展 后来完全排除了是禽流感的可能 因为他后来传染了五位家人 庞先生的病情继续恶化 由于呼吸困难 很快就上呼吸机 一连多日 医生一直找不到他的病因 接着 一系列情况的发生 让佛山市第一任命医院的医生们警觉了起来 11月27日 一直陪护庞先生的救母病倒了 也是发烧 咳嗽和呼吸困难 11月30日 救母的丈夫病倒了 症状仍然一样 12月1日 庞先生的妻子也因发烧住进了医院 12月4日 被感染了的救母21岁的女儿也病倒了 所有的人 病情基本一致 只是症状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都是发烧不退 咳嗽 肺部有阴影 病得最重的是 陪护在庞先生身边时间最长的救母 他和庞先生一样出现了 严重的呼吸系统衰竭症状 也被紧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和庞先生同在一间病室里抢救 经验告诉医护人员 这不是一般的肺炎 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医院方面 一边告谢医护人员 采取必要的防感染措施 一边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向佛山市疾控中心报告 我国各级疾控中心的主要职责 就是对各种传染病的疫情 进行监测和流行病学的调查 它是从原卫生防疫战的基础上 分离重组的 中国的卫生防疫机构 是1954年开始逐步建立的 当时学苏联叫做卫生防疫战 国家一级的叫做预防医学科学院 后来根据199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从2000年开始将人卫生防疫战一分为二 防疫战的卫生监督和监测只能分离 卫生监督部分成立了卫生监督所 行使行政卫生监督只能 疫情监测部分成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家人出现的病情具有传染病的特征 所以属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责 和疾病控制工作的科长 赶到了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经过调查 发现这种病有家庭聚集传播性 就和医院的医生一起分析 排除了伤寒 流感 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 但这种病和传染病防治法中所规定的 35种必须上报的传染病任何一种都不吻合 所以当时就把它当作呼吸道传染病 建议对医务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感染措施后 并没有向上报告 2002年12月11日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邀请了广州的专家前来会诊 专家们也没有找到具体的病因 后来 医院用抗病毒药力八为零 加上糖皮质激素 病肿球蛋白 对庞先生和他的旧母进行综合治疗 庞先生和他的旧母症状逐渐趋缓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庞先生终于在2003年1月8日并已出院 他的四位家人也相继康复出院 在被请来为庞先生会诊的医生中 有一位中山三院传染科的名叫邓子德的副教授 他后来参加了省卫生厅组织的 不明原因肺炎专家调查组 在2003年1月23日赴中山市调查的途中 回忆起这一病例 当时领队的广东省卫生厅的同志 立即在车上给佛山打电话 调来庞先生的病例进行比较 认为症状与非典相同 所以把他称为中国第一例回顾性发现的非典病人 当然 这位专家当时赴佛山会诊时 并没有诊断出庞先生就是非典 因为那时就是这位传染病方面的专家 也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 有一种新型传染病的发生 这种新型传染病后来才被定名为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在佛山的采访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 也是当时在社会上甚至世界上的一个疑问 这个疑问曾经衍生了不少误会和指责 且2002年11月16日就发生了非典 为什么一直要到2003年2月政府才向外公布 中国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 结束了在佛山的采访 我立即动身赶往和人市 因为中国真正的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 发生在广东省的何元市 我是从佛山市直接驱车到达何元的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无论其经济基础 文化语言 地貌气候包括饮食习惯都不相同 何元市距佛山市有约200公里之遥 佛山市在广州的西南面 而何元市在广州的东北面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 基本上是个消费性的城市 境内地势多为丘陵和平原 改革开放以来 佛山的经济发展很快 境内有很多外商办的工厂 交通非常便利 除了火车 公路交通发达 境内还有多条高速公路通过 前往香港 澳门 珠海 深圳 广州这些中心城市都非常便利 所以 境内流动人员很多 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本地人口 未来的灾难艺术作者说 如果没有高速公路 卡车和喷气式飞机 艾滋病仍会继续藏在中非的一些小村庄里 这就是说 人口流动量的大小 对于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将起一定的作用 何元市 版图面积为4413平方公里 79.4%面积为山地 为了保护境内的万绿湖 新丰江水源 严格控制有污染源的工厂发展 所以这里山清水秀 一条穿城而过的新丰江江水壁力清澈 何元是一个污染较少的城市 其气候与佛山也有很大差别 我离开佛山的时候 那种湿热的压热带气候 使我感到憋冷 而身上总是汗津津的 可车移进入何元境内 一股清新凉爽的清风扑面而来 让人感到精神未知一振 何元境内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 流动和外来人口相对佛山要少得多 因此传入疾病的几率相对也应该小一点 但就是在这儿 出现了中国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 2002年12月15日晚上11点多 一位名叫黄信初的患者 在家人的陪同下 走进了何元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 当时高烧 满面通红连脖子都是红的 患者体格十分健壮 此时却十分虚弱 呼吸困难 全身酸痛 在家人的搀扶下才能走动 他35岁 何元本地人 是一位厨师 在深圳的一家酒楼工作 据他自述 平时身体很健康 一般的头痛脑热睡一觉 就一点事都没有了 12月5 6号的时候 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 浑身没有力气 当时以为太累了 也没有当回事 过了几天 开始发烧 到医院一亮 竟然有38.9 以为是感冒 黄说他当厨师的 就怕热气天天熏 他以为是熏得厉害上火了 就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家里人说回家痒痒吧 他就回家了 回家后 病情没有好转 就在镇卫生院住院治疗 卫生院医生 见他高烧 全身酸痛 认为他是重感冒 给他开了抗感冒的药 还打了退烧针 第二天 黄信初不但病情没有减轻 还出现了呕吐 肝咳 而且高烧已经到40度 卫生院医生建议家人 赶快送合院市人民医院看急诊 合院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 将黄收进了那一病去住院 负责黄信初的是 呼吸科医生叶军强 病人住院后 继续高烧 咳嗽 给其物理降温 尽管如此 病人仍然高烧40度不退 PiX光片检查 发现两肺都有阴影 表现出较重的肺部感染 经过两天的治疗 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呼吸已经非常困难 咳嗽严重到不能说话的程度 两肺阴影进一步扩大 合院市人民医院 一时查不明黄信初的病源 为防止当务黄的治疗 建议其在转省里大医院 经过联系 决定转广州军区总医院 呼吸内科治疗 呼吸内科的主任黄文杰博士 就是后来广东省抗击非典专家组 最初的六名专家之一 当天下午五点多 合院市人民医院用救护车 将黄信初送往广州 叶军强作为主管医生随车护送 由于病人高烧 一路上叶军强不停地让救护车停下 给病人买冰水和降温 据黄信初后来回忆说 一路上他已经烧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天晚上 约九点钟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 黄信初是在深圳发病后回到家乡的 基本上可以排除是在合院本地感染得病的 紧接着 合院市人民医院又来了一例 与黄信初症状完全一样的病人 他却是合院本地人 家住合院城区 我之所以在前面用了那么多的文字 将佛山、合院两座城市的环境做了比较 是因为凡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都与环境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关系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找源头 分析最早发现非典病人的环境外因 寻找可疑之处 对流行病学的调查是有意义的 那天送黄信初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后 叶军强医生连夜乘救护车返回合院 到家已经是夜里快三点了 没有睡几个小时 叶军强又起来上班了 因为这段时间感冒病人特别多 感冒属于呼吸道感染 是呼吸内科的专业范围 因此呼吸内科的人手就特别的紧张 所以叶军强还得准时上班 叶军强来到科里 发现又来了一位郭信患者 也是男性 40岁 是一个个体出租车司机 郭信患者的一切症状 和昨天送走的黄信初差不多 也是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 肺部阴影 但郭信患者不认识黄信初 两人也没有接触史 他们都是相互独立 各自发病的非典病人 后来通过更深入的采访 我了解到一些城市 包括广州 顺德 江门 中山等 最初发病的非典病人 他们相互之间都没有接触史 也没有发现有人传染给他们 我纳闷 为什么在广东好多个城市 这些相互没有因果关系的人 突然间都一起发病了呢 我还了解到 当疫情最初爆发起来时 有62.9%的病人 找不到直接的传染源 也就是不知道 是谁把非典传染给了他 国庆病人住院后 病情发展很快 当天晚上 先发寒后高烧 同时开始咳嗽 后进气管进检查 发现支气管内有玻璃样改变 不仅年轻的叶军强 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 就是同在呼吸科 年过花甲的谢教授 也没有见过这种病例 谢教授与在广州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的 一位同学联系 这位同学让他把病人 送到呼眼所来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 全称为广州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 他的所长就是 如今已经闻名全国的 钟南山院士 他的全称为广州医学院 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疾病研究所 这就创造了一个契机 郭姓患者送到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引起了钟南山院士的注意 让钟南山院士 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了非典病人 队后的青年摇着头苦笑着说 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成了第一个 被非典患者感染的医生 送郭姓患者去广州 是12月21日的上午 那天叶军强刚下夜班 由于科里的人手紧张 只得利用休息时间 再送患者去广州 郭姓患者一路干渴不停 叶军强不停地俯身 用听诊器为其听心肺音 车到广州 叶军强将郭姓患者送到 设在广州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内的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叶军强感到体力恢复好多 于是又照常回到科里去工作 由于是感冒流行季节 医院里每天发烧病人很多 所以作为呼吸科的医生 叶军强每天像蜜蜂一样忙进忙出 12月24日的晚上 忙了一天的叶军强下班回到家里 电话响了 是本院神经外科的一位医生 他的妻子是叶军强科里的护士 怀了四个多月的身孕 现在突然发烧 来电话请教叶军强 对孕妇如何用药 而不伤及腹中的胎儿 叶军强谈了自己的意见 当时 他以为这位护士也是感冒了 叶军强医生是本地人 上海铁道医学院毕业后 分配来到合院士人民医院 他性格开朗 爱好广泛 妻子也是本院的护士 两口子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 那天晚上 家里来了一个好朋友 叶军强和他聊了好久 一时兴起 两人还在家里唱起了卡拉OK 这时 他还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明显的异样 到了下半夜的时候 叶军强突然梦见自己单一薄衫的 走进了深夜中的原影 隆冬的寒风吹得他直打颤 最后竟从睡梦中冷得醒来 发寒以后 紧接着发热 妻子用体温表给他晾 开始体温并不太高 到天快晾时已经是39度多的高烧了 妻子立即陪着他到医院去检查 咽血白血球不高 拍天两肺没有改变 以为也是感冒 当作上呼吸道感染来治疗 12月26日 叶军强开始咳嗽 只是干咳 没有弹 再去拍片检查 发现肺部有阴影 最为呼吸科的医生 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炎 经过科里的专家谢教授的检查 决定立即住院 当天下午点多 叶军强住进了自己担任 住院医生的呼吸内科 住院后 症状发展很快 同为咳嗽 气粗 呼吸每分钟已经到了30多次 这使叶军强总在喘气 说话都很困难 最为让人焦心的是 肺部炎症发展很快 第二天已是两肺因应 这时候 一个情况让医院上下都紧张起来 就在那两天 曾经参与对黄性病人 和过性病人治疗的医护人员 先后有8人病倒了 甚至包括门诊药房的医民药技师 其中有两位护士是孕妇 包括那天晚上给叶军强 打电话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妻子 大家症状全部一样 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 肺部阴影 医院领导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决定马上在内科 以及呼吸内科辟出专门病区 将患病的医务人员 无论症状轻重 全部收进住院隔离 当时院内组织了多次会诊 但由于检测不出致病原 所以意见不一 但都认同是一种传染性的肺炎 采用常规性的治疗方案 效果不明显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 让医院领导更为紧张 说送去广州的两个病人 一个已经死亡 一个病危上呼吸机 院领导一边在院内 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给所有医护人员发了一些抗炎抗病毒的药 如罗红霉素等 一边向河原市卫生局汇报 河原市卫生局决定向广东省卫生厅报告 请求派出专家来河原汇诊调查 河原市人民医院当晚就你出了 给省卫生厅的报告 这份报告在抗击非典中 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因此有专家保存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 我得到的也是一份复印件 特鲁如下省卫生厅医症处 2002年12月中旬 河原市人民医院内一科 收治了两例重症肺部感染的病人 因病情重 先后转送上级医院其中一例 送广州军区总医院 一例送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出诊医生回来后也得了肺部感染 那一科先后又有七位 医护得了肺部感染 局部具有一定的流行传染性 据说送上级医院的两位病人 该疾病广州方面都诊断不明确 一位已死亡 另一位病情危重 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我们医院发病的八位医护人员 其中三位较重 出现了重症肺部感染 目前肺部感染病因 治病员不明 我院大会诊的意见 初步定为军团军 病毒性或支援体性感染性大 但我院实验室条件所限 不能检测出这几种治病员 治疗上给予抗炎 抗病毒 抗结核等各种治疗措施 治疗效果不理想 顾特请省厅能组织有关专家 前来本院指导诊治 我院发病的共八位医护人员 其中男三人 女五人 病情都有以下共同特点一 青壮年临床一线医务人员 既往体健 二 都在同一科室工作 及同一个时期发病 三 临床表现的症状 体征 X线及化验检查 都相似发病前都有感冒症状 逐渐出现胃寒 高烧不退 核瘦割少量白色痰 其中两粒割少量血丝痰 双下肺拼诊少量是罗因 但无空洞 气胸 胸肌液及心胞肌液改变 化验室检查血向白细胞不高 血 痰 骨髓培养 未发现致病菌 申请单位核原市民医院 据我所知 虽然报告的时间是2003年1月2日 但起草这份报告 是1月1日的晚上直至深夜 也就是1月2日的凌晨了 2003年1月2日 广东省卫生厅2003年的 元月2日上午 新年第一天上班 广东省卫生厅收到了 核原市民医院的报告 当时厅长黄庆道 正在主持召开厅办公会 副厅长王志琼拿到传真以后 立即在会上通报了此事 黄庆道厅长厅后 意识到这桩事情的严重性 马上召集分管副厅长 和相关科室开会 决定立即组织专家组到合园 并且当天就要出发 广东省卫生厅里派出的专家组 由流行病学调查组 和临床专家组组成 临床专家组 由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 副所长萧正文教授 广州军区总医院 呼吸科主任黄文杰博士 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传染科邓紫德副教授 流行病学调查组 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流行病学防治研究所所长罗惠明 副所长彭国文 及微生物检验所的中豪杰组成 按照专业分工 此事应由医症处负责 省卫生体医症处的同志 一边通知专家组成员到省卫生厅集中 一边打电话到 收治两名病人的医院了解情况 结果得知 两名病人虽然都病情严重上了呼吸机 但无一例死亡 关于有病人死亡的传言 恐怕是这次非典爆发中最早的不时传言 这种不时传言后来 在不少城市都有发生 并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 当天下午两点多 接到通知的专家们 都准时到达省卫生厅五楼的小会议室集中 大家拼取了省卫生厅助理巡视员 何兆福的简单介绍 传阅了何人士人民医院发来的传真报告 然后就出发了 后来在采访中 邓子德对我说 这种临时的紧急任务 对于大家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交代 甚至都不需要卫生主管部门的人带队 大家推举年长的肖正伦担任专家组组长 然后就坐上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救护车出发了 当车子从卫生厅院子里开出时 车上的人基本都以为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出差 和以往的多次一样 大家有说有笑 轻松的开着玩笑上路了 谁也没有想到 大家将面对的是一种新型的烈性的 后来波及很广的传染病 专家中甚至有人自己也被感染了 经受了一次生与死的体验 与此同时 和员市面流传了一股发人温了 这传言 引起人们去抢购罗洪霉素 抗病毒类药等 造成市面上罗洪霉素脱销 有不良药店成绩抬价 这恐怕是这次抗击非典中 发生最早的抢购风了 最初的传言恐怕是从医院里开始的 当医院发生这样大面积的感染 而传言又说送到广州的两名重病人 已经死了一名 另一名也生命垂危 院领导不得不想尽办法 保护医院里的工作人员 当时就给大家发了一些 罗洪霉素用于抗感染 而每一位医务人员都是有家人的 他们又纷纷关照家人注意防护 家人又有亲戚朋友 于是有些话就传天了 传走样了 后来竟传说什么和员发人温了 在市民中造成一定的恐慌 当天 省专家组到和员时 由于乘坐的是车身印 有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自养的救护车 马上就有人上来询问 你们是不是来调查发人温的 当专家们刚刚入住宾馆 就有人把电话打到房间里来 询问何源 是不是发人温了 人温这个词 今天对于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来说 恐怕已经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了 中年人 也只是在毛泽东的七律师宋温神中 看到因患血腥虫病 所造成的千村碧利人遗史 万户消除鬼唱歌的悲惨情景 那情景就是被老人们 称为人温所造成的 人温及瘟疫 由烈性传染病侵袭人类 造成突发性大面积的感染和死亡 今天人们对瘟疫虽然已经陌生 但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每年全球死亡的4500万人当中 有近2000万人死于各类传染病 瘟疫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以上举了不少国外的例子 这里再看看我们中国 近代中国 由于经济贫穷 科技落后 有记载的瘟疫就发生过几十次 仅1948年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生的鼠疫 广州人的母亲和珠江 历史上每发一次大水 事后几乎都伴随着一次瘟疫的发生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就是瘟疫的产物 据史料记载 1899年的夏天 广州地区瘟疫流行 瘟疫造成市民病死无数 失衡遍野 有病重者或病死者 横卧街头 其状惨不忍睹 于是有地方相身捐款捐物 办起了广州城西方便所 后来改成方便医院 这就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 虽然在经济建设上一波三折 但是人民政府仍然花了大气力 来防治传染性疾病 瘟疫的发生大幅减少 但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瘟疫的因子 1979年10月至1982年9月 1985年9月至1988年底 当时还属于广东省的海南岛 两次爆发登革热 累计发病人数达60多万人 由于地方人民政府 及时调动了全省的力量抢救 并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 再加上近代人们已经摸索出了 有效治疗登革热的办法 死亡人数才控制至475人 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人 都会对瘟疫记忆犹新 因此 当一种新型的猎性的人们 还不可知的怪病出现的时候 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瘟疫 用民间的话说就是人瘟 如果不及时做好解释工作 引起社会恐慌也是必然的 如果人们一恐慌 社会就要付出代价了 首先的压力 主要在各地领导人的身上 当天深夜近一点钟 何元市市长在自己的家中 紧急召开分管副市长 卫生局长 何元市人民医院院长 还走到电视屏幕前 向民众做了解释 这样才慢慢地消除了 社会上的恐慌情绪 省专家组到达何元市已经天黑了 没有顾上吃饭 临床专家组立即进入病房 对每一位感染者进行了会诊 流行病学调查组 也马上进行环境调查 和对病人进行血清采样 何元市卫生局 和何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也参与了调查和讨论 忙完这些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简单地吃了一点饭 专家组的同志们 就汇集在何元市人民医院会议室讨论 加上何元市人民医院 和何元市疾控中心的同志 大家把小会议室做得满满的 当然主要是听省里来的专家发表意见 省里的专家此时并没有弄明白 这是一种什么病 作为专家当然也不便于轻易下定义 后来就依据传染病学的特点 先从症状上进行归纳 一共归纳了3.1 肺部有炎症 2.不是传统的肺炎求菌引起的典型肺炎 3.呼吸道感染 有传染性 但对照国家传染病防治法当中 所列定的35种传染性疾病的症状 何然是人民医院里发生的这一切 无法和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症状完全对上 但这又肯定是一种传染性疾病 那么到底是什么传染病呢 六位专家一开始意见并不一致 有人提出是否是军团病 在非典爆发初期 有日人们对他还完全不了解 根据其发病的临床症状 是有一种传染源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 因此最初总在已知的同类传染性疾病中去寻找 比如禽流感、军团病等 怀疑是军团病的不止一家 比如北京收治第一例 由山西转去的非典病人的301医院 也曾将患者的烟氏子含液标本样品 送往军事医学科学院 要求分离军团菌和医院体 当人类遭到变异的冠状病毒偷袭的时候 最初我们在黑暗中 了解认识 偷袭我们的敌人需要一个过程 军团病是近20年前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 它还没有列入传染病防治法 军团病也是通过空气传播 感染人的呼吸系统 其症状与核原的病人有不少相似之处 专家们就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军团病是一种由军团感菌感染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 我们注意到前面所讲的伤寒 也是由一种叫伤寒感菌感染所致的 那么细菌是如何命名的呢 人们通常以其形状为细菌 命名球菌是圆的 感菌是棒状的 胡菌像痘号 那些像线圈或螺旋的叫做螺旋体 容易引起人们伤口化能的葡萄球菌 就是原型的 人类与其斗争的几个世纪 仍未有彻底战胜它的霍乱 就是一种像痘号形状的胡菌所感染的 军团菌是棒状的 因此医学上称其为是肺菌团感菌 它所引起感染后的症状类似于肺炎 病床表现为发冷 不适 肌痛 头晕 头痛 并有烦躁 呼吸困难 胸痛 90%以上的患者体温迅速上升 咳嗽并伴有年谈 军团并是1976年 在美国第一次被发现的 那年7月21日 美国退伍军人团 宾夕法尼亚分团的2500名成人 连同他们的家人聚集在费城 庆祝美国独立200周年 四天后大家各自回到美国不同的地方 几周后 有34人神秘的死于一种肺炎 它的典型发病症状类似流感头痛 发烧 没有食欲 肌肉疼痛 胸痛和腹痛 进而寻找传染源 在死者的肺组织里 检测不到细菌 也检测不到病毒 后来 有一位叫麦克戴德的科学家 在死者的肺组织里 发现了一种感状细菌 经在做抗体抗原测试 原来是一种全新的细菌 由于它最初感染的是一群军人 故命名为是肺性菌团感菌 这种病也被命名为菌团病 追溯研究 即像我们今天回顾 发现佛山的非典病例一样 发现早在1943年军队中 极有军团病的病例 现已提出了超过30种军团感菌 至少19种是人类肺炎的病原 其中最常见病原体为是肺菌团菌 菌团菌 主要滋生在蓄水系统 空调用水等潮湿的地方 后来军团病 已经不仅仅是在军人中发生 在世界不少地方都发现了军团病 这是和我们的城市建设 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有关 因为城市的现代化大型建筑物中 通常装备中央空调系统 冷热水管道以及加湿器 如果水源被军团菌污染 建筑物中的人员就可能感染军团病 专家告诫说 这也是我国发展中的现代化城市 所面临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我从网上就查到这样一份资料 1997年到1999年 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抽查了该是14家4星级 5星级大饭店 发现这些饭店的空调冷却塔中 都存在军团菌 这项调查显示 军团菌普遍存在于空调冷却塔中 以对饭店工作人员的健康造成威胁 现代世界上每年大约有2000人到3000人 死于军团病 幸好抗生素对它有良好的疗效 其中罗红霉素的效果要好于青霉素 那么核原市的病人是军团菌感染吗 专家们 尤其是临床专家们认为 病人的症状与体征不支持感染军团菌的推断 感染军团菌后 虽然也是侵害人的呼吸系统 其不少症状与核原的病人相同 但军团病重症病人会发生肝功能变化 甚至肾衰竭 而核原的病人主要表现在肺部的阴影 通常 军团病的爆发时间多在中夏和初秋 主要是在封闭的中央空调房间里 现代季节却是气温较低的冬季 而核原市人民医院也没有中央空调 军团病的易感人群多为老年人 吸烟者 慢性肺部及患者 同时 免疫功能低下者也易感染 而核原的病人 几乎全是青壮年 军团病是细菌感染 为了证实这一点 肖正伦当即打电话回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询问核原送来的病人 有没有做细菌培养 得到回答是做了 但没有找到相关的细菌 这就基本排除了是军团病的可能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 依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 先形成一个诊断标准 经过逐条推敲 最后集中了这么几条发烧 咳嗽 肺部有阴影 白细胞正常或降低 肺部炎症 但不是传统的典型肺炎 呼吸道感染 有传染性 然后将这些大家公认的几条 来套核原式人民医院 感染的那八个病人 基本符合 这个诊断标准 是专家们为非典会制的第一张图图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2点多 没有形成最后的结文性的意见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 而它又是在黑暗中偷袭人类 因此人类要了解它 必然需要一个过程 2003年1月2日的深夜 专家们在黑暗中摸索 努力地想认清它 但我们看不清它 研讨只好暂时告一段落 大家从核原式人民医院走了出来 夜已经很深了 气温很低 天上飘着冷雨 大家是又冷又饿 主人们请辛苦了一晚上的专家们去吃夜宵 大家来到新丰江盘的一个大排档 一起围着矮桌喝粥 边喝边还在讨论 回到宾馆 专家们的话题仍然没有离开核原式的这几个病人 一直聊到凌晨4点才睡下 第二天天晴了 一早7点多 睡了没有几个小时的专家们就都醒了 大家不约而同的 汇集到组长萧正伦的房间里 由于有了昨天晚上的充分讨论 基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 于是着手起草初步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由邓紫德纸笔 只写了一张纸 不到500字 现野赵路如下 关于复核原式人民医院会诊调查初步工作报告工作组 一行6人于2003年1月2日傍晚到达核原式人民医院 核原式卫生局 市人民医院市疾病控制中心有关领导和人员座谈讨论 查阅所有住院病人全部病例 对住院病人逐一进行询问调查并做体格检查 对内医区及传染病区环境做现场查看 初步认为核原式人民医院内医区医务人员 近期出现的病例为一起病因未明的肺炎 局部爆发考虑为非典型病原体所致 从2002年12月15日至12月26日 核原式人民医院内医医务人员发生病因未明的肺炎共6例 病人共同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肺部片状 模糊阴影和血向白细胞技术无明显升高 目前在住院的5例病人中 4例病情好转并稳定、发热清退、咳嗽减轻 1例仍有发热和呼吸道症状 在进一步观察治疗之中 从12月27日至今 在病区及密切接触者中未见同样新发病例 无疫情扩散迹象 目前已对病人采取治疗措施 并对病房环境进行消毒处理、防止新发病例 省级病预防控制中心已收取部分病人血清已作殖人体 流感病毒抗体等检测 广东省卫生厅副核员会诊调查专家组签名消正伦 2003年元月3日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因为核员市刚刚平息了一场抢购风 核员的同志建议报告中 最好不要出现爆发这个字眼 因为毕竟才不到10个病人 用爆发一字担心又引起群众的误解 邓子德解释说 这是传染病学的专用词汇 单个的病例叫散发 有三个乘以组的病例就叫爆发了 最后 报告中仍然用了爆发这个词 最后 专家组还就消毒问题提了一些建议 用过氧乙酸 用含氯的消毒剂等消毒 接着 专家组带着这份调查报告 回省卫生厅汇报 广东省核员市人民医院 是中国医务界最早为抗击非典付出代价的医院 叶军强医生成为中国第一位被非典病人感染的医生 后来病危也被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 和他亲手送来的黄信初同在一个病区抢救 被传染的五位护士 其中有两位是孕妇 一位不幸流产 一位为了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很多药都不敢吃 靠着自己年轻的身体硬挺了过来 我到合院采访时 他还没有临盆 大家都很担心他肚子里的孩子 我默默为他和孩子祈祷 还有两位护士 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没人知道 他们不仅是中国最早受到感染的护士 还是最早为北京感染上非典的病人 贡献了血清的非典康复病人 他们 一个叫萧东梅 一个叫黄小琴 两人都很年轻 我在合院士人民医院见到他们时 问传染上非典后有什么感想 他们说感谢领导措施及时 保住了我们的命 恢复后我们又回到科室参加 就职别的非典病人 行为和语言都很朴素 朴素的美波动着我的心弦 叶军强医生病情加重后 合院士人民医院赶紧为他联系 转到广州军区总医院 这不仅是因为第一例非典病人 是送往了广州军区总医院 而且还因为几天 前来合院的省专家组的黄文杰博士 就是广州军区总医院的 呼吸内科主任 而且他们已经有了 救治第一例非典病人的经验 数日前护送别人到广州的 叶军强医生 今天却需要别人的护送 他躺在救护车里高烧不退 呼吸急促 连说话都很困难 妻子六神无主地陪护在他们身边 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 黄文杰博士有意将叶军强安排 住进了被叶军强送来的 重病号黄信初的病房 此时黄信初仍在住院